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命运的安排 清朝的咸丰皇帝也是一位短寿的人 都说三十而立 三十岁正是一气风发的时刻 然而他的生命却永远终止在了这里 为什么这位万岁如此命短 看了他的资料后也能知道个大概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先天不足 后天跟不上 咸丰皇帝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 清朝第九位皇帝 他的生母是孝泉城皇后牛骨路士 牛骨路士才华超群 蓝星绘质 深得道光帝的专宠 从选秀开始 一路开挂平不清云 晋升得非常快 这也引来了很多嫉妒之人 相信看过甄嬛传的人 对后宫家里之间的竞争 也是有目共睹 当时的牛骨路士在后宫四面受敌 而他年龄又小 很容易进入别人的阴谋 1823年 15岁时已经怀孕的他 因不明原因小产 在古代医学没有那么发达 小产后的牛骨路士虽经过精心调养 但身体比之前还是差了点 小产后一年不到 牛骨路士再次怀孕 生下了一个女儿 1826年又生了一个 可以说牛骨路士三年爆俩 他的身体也承受了重大伤害 在帝王家 都是母平子贵 虽然他连生两个女儿 但道光帝对他和之前一样 并没有怠慢他 反观牛骨路士不甘心 为了生儿子 他也是拼了 1831年 牛骨路士生了黄四子 也就是咸丰皇帝 不过因为牛骨路身体不太好 咸丰皇帝没有足月便出生了 先天不足后天难养 尽管咸丰皇帝从小锦育时吃过很多补品 但还是弥补不了早产的伤害 身体各项功能和足月孩子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因为早产 他从小就体弱多病 而且还有很严重的嗨疾 尤其在秋冬之时最为严重 常常咳嗽的直不起腰 当时皇宫内院长期养着一群鹿 就为了取鹿鞋给他治病 除了身患完疾 他在孩时还曾从马背上摔下来过 非常严重 虽经全力抢救 但还是留下了残疾 而这次的坠马事件 更是让这个残破的身体血上加霜 内忧外患压力太大 在很多历史资料里 对咸丰皇帝贬多余包 他背负了很多骂名 但其实在正史的记载中 咸丰皇帝也算是一个历经图治的好皇帝 自治在清朝帝王中也算是忠有偏上 刚登基时 咸丰皇帝也颇有作为 为了让清朝重新赴墙 他做了很多举措 重用汉族大臣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严惩独治失职 整肃官场正风 改革力度 比嘉庆道光两位皇帝都要大 他每天都兢兢业业 几乎天天有很多的玉址下达 天天熬夜在御书房批奏章 这也加缩了他身体的重担 然而可悲的是 此时的大清已病入膏肓 咸丰皇帝仅凭自己意义之力 根本无法改变 咸丰元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齐军先后攻取了汉阳 越州等地势如破竹 已经衰败的清朝根本无力招架 咸丰皇帝手上 尽无可用的将士 在太平军北伐之时 咸丰皇帝命令京城炎家死守 自己却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尽管后来太平军北伐失败 但在这长久的对战过程中 令咸丰皇帝忧心忧虑 特别是知道还有残余 未剿灭之人 还是让咸丰皇帝如亡在悲寝时难安 他下令各地武装 抓紧剿灭太平军 但结果不尽人意 那又未解决 外患又来袭 咸丰四年 英法不满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得来的利益 向清政府提供修改条约 咸丰皇帝还算有骨气 不肯答应 1856年 英法借机再次发动了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一路北上禁逼天津 扬言要将中国皇帝赶出紫禁城 咸丰无奈之下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1860年 欲求不满的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 咸丰皇帝仓皇逃至热河 之后又发生了火哨圆明远等事件 咸丰皇帝成了仍然喊打敌狗皇帝 他身上的压力骤声 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迅速老了好几岁 动情声色 沉迷鸦片 命不久已 逃到热河后 咸丰皇帝早就没有了 刚开始的雄心壮志 接连发生的事情让他非常颓废 他开始纵情声色 想起了皇帝的排场 咸丰内夜夜声歌 热河咸丰内每三天就要排一场戏 他还从全国各地照了大批的歌机 其中不乏一些美貌之人 只要一有看中 就急不可耐地下手 当听到英法撤军后 咸丰皇帝也不急着回京处理要事 来听他在热河邪飞瓶逛园赏景 夜晚依旧好戏连台 天天这种生活 对这个本身身体不好人来讲 简直是致命的一击 他还喜欢喝酒 史书中曾记载 是饮美醉逼圣怒 他几乎每天都会喝醉 一喝醉就开始胡闹 乱发脾气 身边的宫女太监就得遭殃 而且这长期 大量的饮酒直接将他身体掏空 后来他竟然开始吸食鸦片 完全忘记了祖宗遗训 他称鸦片是一瘦如意高 每天和一众妃嫔一起吸食 借此来麻痹自己 他的意志迅速涣散 成为了鸦片的奴隶 身体更是一落千丈 身体日渐违米 潜入缥缈未定 还有这么多的外忧内患 这一切像吸血鬼一样 压榨着这个年轻的皇帝 咸丰十一年三月 他的嗨疾越来越严重 开始多次嗨血 同年8月22日 咸丰皇帝在热和行宫驾崩 年仅31岁临死之时 他竟还在看着大戏 翻看咸丰皇帝这一生 能活到31岁都已经是高了 这位在位11年的皇帝 改变了大清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咸丰死后 慈禧开始迅速夺权 开启了他垂帘听证的一生 看看网友怎么说 一应该把慈禧一起带走 二1860年二时候慈禧就在宫里 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1900年八国联军又打进来了 全是慈禧在宫里的时候发生的 光这两样赔款就不尽其数了 反正慈禧在位的这几十年 尽赔款了 三乾隆皇帝为什么活到89岁 整日游山玩水不尽女色 四道光选咸丰没选一座接班人是最大的错误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